1 2 3 2 6 一個算盤 加上個人生成拔字 換算出一條條 屬於自己的生命密碼 這就是鐵板神術 就連副總統吳敦毅也被爆出 在2009年要上任行政院長之前 也到香港找鐵板大師P流年 我就聯繫一位郭姓的朋友 他說你們之前是 有沒有來看過一個香港很著名的 一個可以到人家排流年的 我跟各位報告 我也去看 我已經61歲了 不必到排流年了 但是我的那個最小兒子 一群有興趣 所以經由他母親的安排 一去他當天的 大概三點多三 去看了一位郭姚陳先生 吳敦毅口中的陳先生 就是香港著名的鐵板神術大師 陳康泰 他也證實吳敦毅父子倆 來過他的辦公室 他坐在那裡 說不出聲 他走了 是他兒子給錢的 他帶了兒子來 這樣他沒有說錯 真的 所以你先想這樣嗎 沒有算 我記得算他都不算 很多人把鐵板神術 寫成木字旁的版 其實他跟鐵板一點關係也沒有 因為工具只有算盤 相傳他的雏形 源自於一千多年前 宋朝醫學大師邵雍所寫的 黃極金氏書 後來到了清朝 一名叫鐵蒲子的道士 將他重新歸納 再加入數字的條碼 變成一萬兩千條的詩句 創立了鐵板神術 其實他的全名指的是 鐵蒲子版本神術 把這些東西的數據 全部找出來以後 把它結結在一萬兩千條裡面 然後他就用公式倒出來 會跳出來你的生命之馬 為何在一千多年前 宋朝邵康傑就能編出 這一套計算公式 還有一萬兩千首的詩句 竟然都包含所有人生百態 他為什麼那一條 會排在期間裡 這個我還找不出來 信不信有你 不過林老師說 這一行的大技勢 不能替自己和家人算命 但也提醒 知命算重要 但即使算出了兇兆 還是可以透過行善改變命運 因此保有樂觀的心態 比算命的結果更重要